同學 1819 中六的摩卷 1A 第26題 這題說到有 M 和 N M 和 N 是兩個以絕緣的繩掛著一個球 於是他們兩個互相排斥 所知他們會互相排斥 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帶著相同類型的電 例如兩個都帶正 或者兩個都帶負 他們才會互相排斥 如果現在每一個小球的質量是 1g 的話 就問這個角度 即是極袖球的角度是多少 那條繩和它形成的角度 我們就考慮 雖然他們帶的電量有不同 但因為他們其實是兩個電荷之間的力 是一個作用力反脹力 所以基本上這個靜電力 這個排斥力作用在兩個電荷上 應該是一樣 就應該是 Q1 Q2 除以 4π ε R 2 次方 所以就應該是 2 乘以 10 負 8 再去乘以 5 乘以 5 乘以 10 負 8 再除以 4π ε 再除以 0.0 為 2 次 這樣就會計算到淨電力 而負塔是怎樣去計算呢 我們就知道 假設條繩上高是有一個張力 有一個張力 tension T 這個 T 其實拆出來就有水平和垂直分量 我們就知道 現在最重要是要知道 Fe 的值 這個 Fe 其實就是 T 而 Mg 是 T cos 而 Mg 是 T cos 而 這個靜電力和 T 應該是一左一右互相抵消 所以這裡等於互相抵消 我們要叫這個做一號式 然後就 至於拆出來的 T cos 個 Th 應該和 Mg 抵消 這個就是二號式 所以我們就應該用這個一號式 去除二號式的話 就會變成 tangent Th 會等於 Mg 除二 Fe 因为1g,1除1000乘以9.81 然后再把这个FE 代入这里 去计算,应该会计算到第26题的答案是B 试一试把数换进去之后 这个就是静电力的计算法 搬进去之后就应该会计算到